大家好 我是Abel 今天是Watches and Wonder的第二天 我們來到Chanel的Booth看看他們的新標 一走進去Booth就馬上被布置吸引著 Chanel很喜歡用黑白色 在Booth的正中間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鏡 鏡子在旋轉著 代表時間不停運轉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在座椅座坐了幾個好像人形的公仔 這個人形的公仔原來是Chanel的一個很出名的模特兒 一直都是World with他們的 他用這個模特兒做了一些公仔 還將他身上配戴著各種各樣的Chanel的碗錶 今年他們的主要作品分開有三個系列 第一個就是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這個叫聲製的系列 它有很多Chanel的不同的模特兒 包括在這個Interstellar裡面 例如好像Boyfriend 好像J12 好像Cococo 他們最主要就是今年 用了很多透明的物料 讓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不同的碗錶 基心的運作 以及它的輪廓可以有一個不同的體現 另外一個主打的模特兒 就是Lion獅子的碗錶 這個獅子的碗錶 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它有些好像手握一樣 上面有一個獅子 有些是神秘錶 神秘錶的意思就是獅子的圖像 遮住了一個碗錶 要你移開獅子才看到時間 最有趣的一個就是獅子的座鐘 這個獅子的座鐘的底部 就是一隻熊獅 上面就有一個透明的座鐘 這個座鐘分別用了一些很特別的方法 去顯示它的時間 最頂部就是顯示的鐘頭 然後下面一個圓盤顯示的分鐘 而那個秒針就是由一顆好像水晶球一樣 每一分鐘就轉一圈來顯示秒 這個我覺得就很有趣了 第三個系列就叫Pink Cushion 其實它有一個法文名的 不過我就不懂得讀 Pink Cushion 原來就是那些裁縫 它在手上經常都戴著一個Cushion 上面就刺著很多針 就是方便它們在改衣服的時候 或者量度的時候去刺著那些衣服 對Chanel來說 因為它們是一個Fashion的品牌 所以這個Pink Cushion 就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今次它們的鐘標設計師傅 就用這個Pink Cushion 的概念 就做了五款Pink Cushion 的碗錶 那個錶盤就很大 所以在上面它還加了一個Doom 即是一個Crystal 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各種各樣的設計 有花 有不同的一些Pattern 但我自己最喜歡的那款 就是那款叫做Unfinished Jacket 你知道Chanel它的Jacket都很出名 因為很多Business Lady很喜歡穿Chanel的Jacket 那這件Jacket就放了在標盤上面 還有很多細節的細節 那我自己就覺得非常之美 不知道你又喜歡不喜歡呢 好了 我又要趕到下一個Apps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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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美